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不到众生 无形众生 我们主见 包括领结理 试着这些一些事物 都只是没有超度 所以为什么会天灾人弄 因为众生这些鬼神 他们苦啊 没有得度啊 所以他们就会毁害啊 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就是要不断不断地来 来进化 不只进化我们的这个心灵 还要进化这个社会 进化这个世界 那得到进化以后啊 才能够啊 和平啊 大家才能够这个生活安定 才能够安住个人 所以这个都是在我们的 佛教徒的身上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 把它展现出来 只要我们帮帮花样的话 别人就能够大费 所以啊 徐弘的就是这种一报 能够 能够让我们加清建子官 和金氏 这个祖先啊 都能够脱补啊 所以我们的孝顺 就是最上等的孝顺 是要引导我们的祖先 包括引导我们的信誓的部门 六千建子啊 来学佛来归一三宝 因为你归一三宝才能够 关于三个导致 有的人学佛很久的 他还是不敢归一 他还是要喜欢啊 归这些啊 归神啊 所以他就没有护华神 没有护华神 雇念的时候呢 我们走出去 也很容易啊 也很卡住啊 甚至啊 一个意外啊 那你就可能会隐藏 可能是一气路来 有可能就是断手断脚 那我们有护华神 包括你看我们宋教之间 有时候要插大将 有八大菩萨在顾面 有时候要插大将就有花艳啊 顾时我们来 宋教之间的 所以每一个要插大将 都有清新的俱诚 所以我们宋教之间 这么多的护华才顾着我们 所以我们要绝对的有信心 包括我们的 共修一号 我们要共修一号 我们要共修一号 然后来念 来影响给我们这个世界 能够更安定 大家能够更享乐 社会能够更享乐 好那现在我们来 前程来圣诵 要是接